今天的生活懒人包来看到民间流传 每年的端午节取五十水来饮用擦身体 可以治病保健康 云林北港朝天宫旁边有一口古井 就特别开封工人取用 一大早吸引数百人排队抢水 庙旁的小吃店还为此特别垫修一天 另外在西罗的广福宫 则是连续三年举办了取水活动 跟自来水厂借场地取十二万瓶的包装水 分送给信众 也号称是全台最大的取五十水活动 时辰一道打开自来水阀取五十水 云林上张立善特地前来主持 周围不伴嫦娥也不伴阿善公主 而是学起观音天降甘霖 取五十水活动瞬间变成泼水节 这西罗广福宫举办了取水活动 向自来水厂借场地取十二万瓶包装水 分送给信众 号称全台最大取水活动 人家说吃到一碗五十水 比较费包装吃三冬 说我们五十水可以消灾改善 同样在云林取五十水的海幼 北港朝年宫旁这口百年古井 特别开封工人取水 吸引数百位民众提了水桶排队墙水 当地民众说朝年宫地处龙穴 马祖神像在龙喉庙旁有龙井 井水因此格外珍贵 只有段午节当天才会对外开放 通过历史典故的还有大家铁针山剑警 主办人为办成国姓爷讲解历史 现场开放三百位民众排位领取 网络也只有一百名额 开放一小时全面抢光 动物节不止粒蛋吃粽子 蓬生疫情不平静 民众取五十水希望消灾解厄 驱使场景比起往年更加盛大 记得中部 中島